蘇敏恆,瑞士的市員空,大時代的媒體觀察,明報專訊 港股兩個多星期前出現大跌市,恆生指數當日一度下跌2138點 是有紀錄以來最大的單日點數跌幅,收市仍然跌近1500點 傳承嘩然大部分傳媒不單將這新聞放在財經頭條 更加是當日的港民頭條傳媒的股市報導 通常除了報導市況外,亦會試圖向受眾交代造成當日升市或跌市的原因 例如內地出口數據欠佳,拖累恆指跌點,美國聯儲局可能減萬加息步伐 刺激港股升點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些升市的原因是真原因嗎? 媒體究竟憑什麼判斷當天的市況是什麼原因造成呢? 《黑天鵝》作者,過度因果化扭曲市場真象爭經擔任交易員 《黑天鵝》效應的作者 《黑天鵝》就對傳媒為市場變化不斷給予理由十分不以為言 他在書中舉例,指伊拉克前總統侯塞恩被捕當日,彭博新聞 Bloomberg先發了者則頭條,美國國庫債券價格上升 捕獲侯塞恩不能壓止恐怖主義半小時之後,美國債價由升轉跌 彭博對市況就提出新理由,發了新頭條,美國國庫債券價格下跌 喉塞恩被捕增加風險資產的吸引力同一個喉塞恩,被用來解釋了市場完全相反的方向 塔雷伯玉以此例說明,傳媒過度把市況簡單因果化的報導方式 很容易扭曲了受眾的世界觀,令金融海嘯等災難性的黑天鵝事件更易發生 根據經濟學的供求定律,市場價格升的是由買賣雙方決定 但每個投資者買賣的原因及動機其實五花八門用港股作例子 根據港交所的資料,今年上半年港股每日平均成交中數超過157萬 每中交易背後都有一個買家和賣家,要逐一核實他們買賣的原因並不可能 所以傳媒通常只能靠兩個方法,一訪問專家,投資銀行及經紀等市場人士 了解升的市的原因,而靠自身的知識,結合市場上出現的消息 從而推斷出最可能的原因以上方法都有很大局限性 專家和記者本身都受自身知識及既有觀點限制 推斷的真確性成以依賴市場人士環有多一層風險 就是他們向傳媒交代的買賣原因未必真實 也不時都有傳媒揭發有投資銀行對外搶好股份 另一邊相自己的炒房卻賣出投行對外發表的投資建議 與內部的投資策略有出入逆時有所聞可見 傳媒股市報導所作出的原因分析,有極大不確定性 並不是容易驗證的客觀事實 受眾亦難以分辨真偽看回7月8日港股大跌市 處理財政司長陳家強以及港交所主席周崇光 當日見記者時都指出,跌市由兩篇因素造成 希臘債務危機源而未決,以及內地股市暴跌兩個原因 都有一定合理性希臘方面 當日港股開市前歐元區領袖財長緊急會議無突破 希臘未有依時提出新改革方案 德國放風考慮希臘脫勾可能 投資者避險減持股票是合理推測 內地方面,國家暴力救市多逆無效 港股大跌市當天,內地有近一半股份意囚 或重大事項等原因停牌 相當於內地市場落半集,自由買賣 超過一半市值為內地企業的港股市場 成為了投資者沽貨的選擇 與官方不同過半數傳媒值指 內地因素類的市不者翻看港股大跌市 翌日7月9日,18份本地報章 十六份中文及兩份英文的股市頭條新聞 分析報導的標題及導然如何向受眾交代的市成因 參與副表,與官方講法不同 過半數報章十份,都只提及內地股市的因素 而沒有提及希臘因素沒有報章只提及希臘因素 而六份報章就選擇提及大跌市由希臘及內地股市因素同時促成 而經濟日報及情報就選擇在標題及導然描述市況 未有觸及的市原因值得留意的是 六份兩個跌市因素都有提及的報章 在標題及導然中給予兩個原因的蝙蝠比例 也各有不同一向被視為親中的三份報章 將香港雙報、文匯報、大公報、多爾商台風、雙重夾擊等字眼 給予兩個因素同等分量的重視 但其他報章如南華早報,在標題及導然的比例上 都比較突出內地拖累的因素另一方面 只提及內地因素拖累的報章 論述上也各有不同例如抗共立場鮮明的《蘋果日報》 將跌市原空直指內地金融制度問題 以中港融合股市攬炒為題 並指港股再為內地托市政策埋單 而其他報章就加多爾提款機及徒生門來解釋 內地股市大量公司停牌如何令港股暴跌從商述觀察看來 即使是屬於金融範疇的股市報導 由於缺乏合觀的驗證方法 讓媒體有很大空間傳適大跌市的原空 甚至連傳媒的政治取向也有可能影響 跌市的所謂成因讀者們下次看到股市報導聲跌市的原因時 而用更批判的眼光去理解 或會更接近市場的真像作者是恆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高級港 字幕提供 接受驗 一張 圈